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弟兄们,我还有话说,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,劝你们,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,知道该怎样行,可以讨神的喜悦,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 你们远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,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,远避阴行,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,不放纵私欲的邪情,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,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,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。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,又窃窃嘱咐你们的,神召我们,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,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,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,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神。 论到弟兄们相爱,不用人写信给你们,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,叫你们彼此相爱。 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,固然是这样行,但我劝弟兄们,要更加勉励,又要立志做安静人,办自己的事,亲手做工。 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,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,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。 论到睡了的人,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,恐怕你们一无伤,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,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,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,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,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,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,又有神的号吹响,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 以后,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,在空中与主相遇。 这样,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 所以,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